晨光小雨陪伴你走过整本圣经 谁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的是 加拉太书的第四章 在这章里面我们要一起思想 你有受到律法主义的挟制吗? 你有受到律法主义的挟制吗?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不要被律法主义所挟制 而是要依靠神的恩典 乃是要真实的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很容易的就会受到律法主义的这种试探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像在加拉太书里面 保罗所讲的一样 我们要非常的谨慎 不要让律法主义偷偷的进到我们当中 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来偷走了我们在基督里面 真正的自由 那在第四章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讲到 真儿子就是靠着应许而生的真儿子 那我们看到在保罗在前面一章 有讲到说第三章二十四节 说律法是我们迅蒙的师父 那这个迅蒙的师父意思呢 现在就是讲是我们的启蒙者 或者是我们的监护人 所以律法呢 它事实上是为人类来对神的关系上面 是一个启蒙的师父 他也是一个所谓的监护人 在人还不是对神认识非常清楚的时候 需要有律法的引导 那借着律法引导人到基督那里 为什么呢 因为让人都被圈在罪以下 也就是让人能够认识到需要从罪当中拯救出来 那这是为什么在旧约里面 就一直期待弥赛亚 就是救世主的领导 所以呢 我们看到在摩西的律法里面 都是指向基督的 所以我们看到律法的作用 一方面使人知罪 另一方面呢 就是引人到基督那里 好叫人能够因信称义 真正的得救 那我们看到律法是旧的盟约 因信称义是新的盟约 旧约呢 是为新约铺路的 耶稣完成救赎的时候 我们就进到新约之下 不在旧约之下了 所以旧约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 让新约完全的接管了 然后所以我们看到第四章 第一节里面讲到说 我收纳承受产业的 虽然是权业的主人 虽然是产业的主人 将来都是要来管理这个产业 但是呢 还没有长大成人之前 还是儿童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还是跟奴仆一样 而不能够去做这个权业的管理人 要等到这个师父管家 带领他们 在师父管家的权柄之下 直到时候 到的时候呢 然后呢 这个才会让他们来接管这个家业 那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也是如此 所以他这一方所说的 世俗小学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律法 在律法之下 受到律法的这个挟制 那等到第四节 时候满足神差遣他的儿子 也就是基督为女子所生 生在律法以下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呢 就是生来是犹太人 是在摩西的律法以下 目的呢 就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所以耶稣呢 是让我们得到儿子名分的 耶稣自己是神的儿子 那借着救恩 让我们与耶稣联合了 与耶稣联合了 我们也同时共享了他儿子的身份 然后呢 不仅有这个儿子的身份 神还猜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所以我们有儿子的身份 也有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是真正的儿子了 从此以后就不再是奴仆 无能是儿子了 然后呢 现在我们来看 第八节说 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 这一章讲本来不是神的 是什么呢 就是律法 所以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呢 是在律法以下做奴仆 那我们认识神了 怎么还要再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 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 我们既然已经认识神了 得救了 得到儿子的身份 怎么又回到律法里面呢 他这个地方 保罗也非常的大胆 他就讲说是 律法是懦弱无用的小学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律法呢 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作用 其实就不要再回去了 然后呢 保罗就讲了一个 很实际的问题 就在加拿大教会当中的一个现象 让他非常的害怕担忧的 就是他们加拿大的宗教会 受到这些谨守犹太教的基督徒的影响 来到他们当中 要他们继续遵守摩西的律法 也就是要守 要去遵守什么日子 什么月份 什么节期 什么样的年份 也就是呢 要求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们 要去过犹太的节日 这些 还要照着他们的这些 这个日子 月份 年份 来去过 所以呢 这个是保罗非常担忧的 保罗不希望说 他们已经 从这个旧约的束缚当中 已经出来了 不再做奴仆了 要做儿子了 还要回到这些律法里面 所以呢 我们看到 就是如果有人 很要求 要求这个教会 要去 谨守日子 月份 节期 年份 跟犹太人一样 我们就知道 我们没有必要接受这样子的恶 这种旧约的辖聚 在我们的身上 保罗说 我为你们害怕 怕我在你身上 是枉费了功夫 然后呢 他又讲说 想当初 你们 接受我传福音的时候 你们 真的是把我当作是神的使者一样 甚至 带我相对待 耶稣基督 今天呢 我跟你们 这个 劝你们 要回转 难道 你们反而就把我当作是你们的仇敌吗 其实我今天跟你们传的 跟当初跟你们传的 不都一样吗 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们 当初你们接受福音的时候 是多么欢喜敬畏的心来接受 所以不要改变你们的初衷 然后呢 他讲到说 就是不要受人的离间 不要被这些 这些传假福音的 假教师所迷惑 这样子才不会 这个 让保罗 再受生产之苦 所以 这个就是保罗 他的一个 为父为母之心 然后呢 他就接着讲到一个概念 就是特别是针对那些 想要回到旧约律法的人所说的 他说根据律法来看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这个仆女 使女 女仆所生的 一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妻子 自主的妇人所生的 就是撒拉 那 我们看到这个使女所生的 就是夏甲所生的 她是属血气 按着血气生的 她不是出于信心 不是出于应许的 但是呢 撒拉所生的 是凭着应许生的 他就讲到说 这个两个妇人 夏甲跟撒拉 代表两个约 这个 夏甲代表的是九约 是靠律法 那 这个撒拉 他是 这个代表新约 他所生的 就是以撒 那他讲到这个 旧约呢 是出于西奈山 生子为奴的 所以我们看到 旧约 是让以色列人 在律法的 之下 作为奴仆的 这是夏甲 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 这个夏甲的意思呢 就是西奈 所以有这个 有这个 同名的这种 这种 巧合 那 接着第二组节 夏甲 指的是西奈山 跟现在的耶路撒冷 同类 意思呢 就是说 耶路撒冷 现在是犹太教的 一个中心 所以 这个 信服犹太教的人呢 其实 他们就跟夏甲 一样 是 奴仆的 身份 然后呢 这讲到说 在上的耶路撒冷 是自主的 她是我们的母 就跟 撒拉 一样 那这个 在上的耶路撒冷 指的 当然就是 天上的耶路撒冷 新耶路撒冷 也可以说 是代表着 教会 那 就 讲到说 第二十八节 我们是凭着应许 做儿女 如同 以撒 一样 所以呢 这地方 就讲到说 我们才是应许的 儿子 跟以撒 一样 不像 以什玛利 是 这个 不是真正的 应许的儿子 是律法之下 是 为奴仆的 所以呢 在这地方 我们看到 第四章 就讲到说 我们真是 应许之子 在新约之下 是 真正的 儿子的名分 也有儿子的灵 在我们里面 感谢主 让我们 得到这样子的 珍贵的身份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